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三的《梅澤一股》 身邊嘉賓請來Jason和我們推介他心水的股份 Jason你好 上次推介過的油股883中海油 看期內恆子的表現,升了684點 升得不錯,升了2.4% 但883仍然做得好過大市 看見期內限產,即未來會有延長限產協議 另外,沙特那邊有些政治不穩的情況 所以推升油價 883升了3.5% 今日中午週市價佈在11.06元 但又看看買入建議 買入建議定了10.5元 目標價是12元,指洩定在9.7元 期內波幅最低去過10.54元 最高見過11.28元 Jason,很不幸,差4格就買不到 現在都見到升了上來,怎樣做好呢 上次設定的買入價是10.5元 差一點點就未能買入 但我覺得都不用太急 因為油價在過去一個多星期才這麼多上來 短線有些調整是不奇怪的 因為我就算未來短期內看好油價也好 就不代表油價都可以一枝箭地升上去 之前見到布蘭特旗油都上到62元左右 我覺得其實是有些阻力的 如果你說短線裡面油價有些回拖 好像昨晚來算 都令到中海油的股價會有些調整 可以等它這一陣的回調 大概落去10天線左右 看看會不會可以在大概10.7路領 10.8這些位置就再買回去 上面我暫時仍然維持之前所定的 就是12元這個目標價 好啊,明白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市場 雖然大市沒什麼聲氣 好像升下跌下 現在就要反覆一點跌 37.28960點 主要都是給騰訊這隻股份 沒有高沒有低 看到大家都還有關注越民 Jason,現在大家市場都是在玩IPO 這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都會繼續推介股份 而不是推介本身的股 那IPO當然是熱炒 但是始終這個環節 叫做介紹一些股份給大家 就不是一定要跟 現在整個市場的氣氛去做 而且你說IPO 很多時候都不是說 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都真的到最後要看看 究竟它怎樣分配 看你中的數量是不是大 所以這次你說給大家的股份 我覺得仍然是以它本身的基本因素為主 特別就是看到它之前 就是中期出的業績 都相當之理想 再加上其實最近這一個星期 都有相當多的大行 就出報告 就唱好這間公司 令到股價在這段時間 都是破了今年高位 說的是一隻製衣相關的股份 就是新收國際2313 沒錯 真的好像Jason說的 這隻股份 股價不斷破了頂 今天都還見到很多大行 是夠唱好 大和又看83元 我們看看 他的中期業績 Jason就說是對版的 看看有什麼細數可以留意一下 影額按年升了18.9% 稅前利潤是升18.6% 至於純利是升幅有24.1% 無利率是減0.2% 順利率方面就升0.7% 至於負債方面就減少 是減了18.7% Jason見到純利方面 就升得多於營業額 為什麼這邊是做得不錯的呢 講純利這次升兩成多 主要都是兩個原因所驅動 第一方面就是見到公司 在過去兩年都有一些新廠就投產 特別是越南那邊 都令到整體的產能就增加了 再加上就說去下游方面的客戶 下的單仍然都是保持著 有個挺強的增長 所以變成他一個生產量 出貨量大動底下 就推升了營業額上來 再加上就說去平均的銷售價格 都是有個提升 再加上整體一些營運的開支 包括行政費用漸的收入比率 都是有個下降 導致那個純利方面 都是有個不錯的上升的 如果以一隻紡織或者是製衣股來講 純利能夠升到兩成多 都算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回報 雖然毛利率方面是跌了的 主要是因為整體人工 原材料方面的成本是增加了 但是純利率方面有個上升 就是反映了剛剛所說的 它是一個行政成本 或者一些分銷費用方面 那個控制就做得比預期中好 所以這一方面就令到純利率 可以因爲這樣是上升 可以都說了那個負債比率 因為見到這次都有個明顯的回落 去到12%左右 主要都是因為公司在這段期間 就熟悉了一些CB 就是一些可換股債券 令到負債的金額就降低了 雖然某些CB被人兌換了 可能在股權上有些攤薄 所以見到這次的股東應佔入利 雖然是升2.4% 但是如果看回EPS 就是每股的盈利方面 就只是升2.2% 這方面就是反映了CB被兌換之後 盈利出現一個攤薄 但是如果CB被兌換了 現在不需要再給一個利息 對於它之後來講 那個現金流 或者整體的財務狀況來講 仍然會有提升的作用 Jayton 可以挑剔的一個位置 就是見到毛利率下跌0.2% 這個位置是否屬於大家預期之內 毛利率下跌 都是因為原材料方面的成本上升 以及人工方面的增加 這個是預期之內的 因為始終現在在國內做這些制衣廠 特別是勞動物集的行業來講 都是面對著這些成本上升 而拖累毛利的情況 但是你說這次只是微跌0.2%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好 明白 你看看公司的產品方面去劃分 就是看到收入的比例 佔比現在最多的原來是運動率 佔比是差不多6.7% 見到到55億1900萬人民幣 而休閒率 以前佔比比較大 現在就少一些 現在差不多2.5%的水平 內衣率佔比是9.6% 這方面未來的trend 是否都會見到運動率方面的增長會比較大 運動率在這兩三年裏面 整體環球對於球鞋或運動衣服的需求 都有明顯的上升 特別是公司所接的客戶 都是很傳統的 大家都相當熟悉的品牌 Nike、Editas等等 這幾年收入的增幅都相當強 他們不斷給單、給新租 所以就帶動到新租旗下運動類的產品 收入方面的增長 都保持著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而在佔比上 都已經提升到接近6.7% 至於優閒率方面的產品 之前最大的客戶就是Uniqlo Uniqlo在最近這兩三年裏面 亦都見到增長有個明顯的放緩 特別是日本市場那邊 都見到基本上飽和 今年上半年 單是日本市場的收入的增長 都只是0.8% 遠遠跑輸給歐洲 跑輸給亞洲其他地區 或者跑輸給美國 令到優閒率方面 特別Uniqlo旗下那些品牌的產品 訂單方面 都做得不太好 拖累了這一部份的增長 大概是1.8% 佔比都降低到大概2.5%左右 我們剛才看大數的時間 Jason也有說 公司原材料價格和工資 都上升 但他們省成本做得不錯 所以我們看看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集團生產效率持續提升 所以省到勝負 圖表中看到藍色條線 顯示毛利率 仍然是持平的水平 33.1%跌到31.7% 是有個回調的 但都可以保留在三成樓上 但順利率方面 就看到有個增長 Jason 怎樣看到兩條數的trend是不同的呢 是的 其實這個就剛剛在介紹業績的時候 都略略提過 毛利率 其實如果說今年上半年 按年 或者是按半年來說 都是有個回落 但這個就很正常的 因為始終上半年 人民幣的升值的幅度都挺大 大家都知道 本身新洲主要的生產線 暫時來說都還在中國 如果以人民幣計算的勞工成本 或者原材料採購成本 都會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而令到成本有所增加 但反而它在銷售方面 大部分的市場都是歐美方面 以及都是以美金結算 所以人民幣一升 變相在銷售收入方面 就反而是會有個不利的影響 在這個情況影響之下 都會令到或是集團方面的毛利率 受到一些壓力 但今次它的毛利率 只是跌0.2% 又不算是很過分的 還有看到紅色的條線 就是純利率方面 今次都創了在13年以來的新高 去到22% 主要都是因為 本身在費用的控制上做得很好 例如行政的成本 研發方面的費用 或者一些推廣方面的成本 都比起上幾年 是有個明顯的好轉 雖然都是有增加 但是增幅方面 就比起收入的升幅 就為之小 帶動到純利率方面 都可以創回近年的新高 好啊 明白 剛才我們介紹盤數的時間 Jason也有提到 純利率方面 怎會增長得那麼不錯呢 因為都看到下個圖表 在柬埔寨和越南那邊設廠 可以省回土地 還有是人工的成本 還有稅務的優惠 接下來公司都見到 是一個一體化生產模式 這方面又怎樣可以幫忙 省到成本的呢 我們可以逐個說一下 第一個就說 先在越南和柬埔寨方面設廠 固然就可以享受到 當地比較便宜的人力成本 如果你計算工資方面 其實現在柬埔寨和越南 比起國內方面的人工 起碼還要便宜成四成左右 所以這個因素 就令到這一類勞動力密集的行業來講 其實現在大部分都希望 將國內的生產線 轉移到東南亞地區 特別是在越南柬埔寨 新州都是不例外的 在2005年柬埔寨已經開了廠 在越南方面也都在2014年方面 有個新廠投產 還有未來這一年 都會還有另外一個製衣廠去到投產的 所以這一部分人工和土地成本可以省得到 更加緊要就是那個稅務優惠 以越南來計 本身去給這些 就是中國去的紡織 或者製衣企業 去到當地設廠 最初九年都是免收稅的 之後亦都會有一些 所謂是稅務減半的優惠期 所以見到這次公司之所以 純利有個多強的上升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有效稅率方面 都是叫做降低了 這部分就絕對是同在柬埔寨 或者越南方面的產能是增加 和當地的收入佔比上升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至於在那個一體化生產模式上面 都是可以留意 因為本身公司就不是說只是做製衣的 反而它上游那邊 就是做織布 做面料那邊的產能都相當強 它絕大部分那些面料 就是布料方面的生產 都是供應給自己下游的製衣廠 一來就可以不需要公司 每次都要問外奸扣入那些布料 採購成本上面可以省了 二來也是可以令到生產周期就縮短了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 本身如果你Nike Adidas去落單 那它就希望那些供應商 就越快給貨就越好 但如果你說對於一些比較小規模的製衣廠來講 那它們就可能需要因應 究竟你落單的數量是多少呢 它們才跟上游方面的那些織布廠來訂那些的面料 那這一部分就令到生產周期是拖長了 那反而對於新周來講就沒有這個問題的 因為它同一時間呢 面料又生產著 但另一方面就是製衣方面也都是在做著 所以就可以令到生產周期是縮短的 那麼再加上就剛剛講的這些無論是製衣的工序 設計的工序 或者是那個織布的工序 都是集中在同一個園區裏面做 在那個運輸、物流、成本上面 都是可以省得上的 明白 都看到公司都是持續引入一個高端 自動化的生產設備當然 都可以提高效率 就是提升人均乘衣產出比例 減少人力成本 這個可以講一講的 因為都看回公司在那個自動化的設備上 都不斷引入 例如些什麼呢 零波方面的廠就引入了一個叫做全自動的拉布機 一些叫做全自動高溫染色的系統設備 還有一些是全自動的電腦裁機的廠 所以這些設備剛剛都提過 全部都所謂全自動的 就是說可以在一個人手上面就省了不少 兼且就說在那個叫做原材料的消耗上面 都可以有所降低的 變相就說這些設備提升 就算我現在用回同樣人數的工人 都可以令到整體的產能 或者產出上面是有所增加 好 這些全部都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省回成本 但其次都是見到公司 剛才都說自動化 以及高端的生產設備 其實產能都擴張了 還有在柬埔寨、越南這些新廠房 都令到公司的產能是增加了不少 先看看這個圖表2016年的時間 內地方面的產能 佔比和比的升幅有10% 至於柬埔寨就升了27% 大家都看到一個highlight就是越南的部分 越南的增速真的很厲害 升了88% 當然也看到基數是低的 但接下來都是一個很高速的增長 這也是主要說回本身的新廠頭產的 即柬埔寨剛剛提過 就在2005年的時候 就有些新廠 雖然你說這幾年 在柬埔寨再開新廠的量 就不太多 但當地就不斷招聘一些新的工人 以及不斷優化設備 都令到產能不斷提升 而越南那邊當然是不能忽略的 因為它最新的製衣廠第一期 就在前點就投入過營運 這一兩年都不斷招聘一些工人 雖然在剛剛的 叫做初期的階段 要做一些工人上面的培訓 或者要他們適應 那個廠方面的生產流程 都令到那個生產的效率 就暫時不算說高著的 但當你說這個廠 可能多兩三年裡面 整體的產能就會有顯著改善 根據一些大行的預測 都預期回到2017年 越南方面的產能可以去到 3360萬件 去到2018年 更加可以接近再翻一翻 去到6300多萬件 是的 明白 越南那邊很厲害 我們再看國內 其實寧波的工廠 剛才Jason也有提到 就持續進行設備升級 可以提升技術水平 當然都可以改善產能 柬埔寨2018年 又會建立一個 3000至5000人的製衣廠 還有越南的新生產線 持續擴張 在2018年 還會再有第二個 成衣工廠投產 所以就是2018年 即是可以去到 6380萬件的產能 我們再看看 下一個利好因素 第三點 第三點 看到主要客戶訂單 增長穩定 Pie chart顯示 現在有四大主要客戶 就是Nike Adidas Uniqlo Puma Puma當然是佔比相對沒有那麼大 有9% 佔比最多的現在是Nike 就29% Adidas 也有23% Uniqlo 之前是一個比較大的客戶 現在都已經被人貪薄了 去到22% 剛才你也說 其實運動品牌的收入 即運動牌的衣著 是未來一個大勢所趨 是不是一件好事 即是他現在的佔比多了的時候 對於公司來說 當然哪個品牌 哪個客戶 比得多單 他自然會照收 就不會真的選擇 特別是他這些主要的客戶 都是屬於國際很出名 很有規模的品牌商 所以基本上 他都沒有太大所謂 可能Uniqlo 在最近這兩三年 那個收入的增長是放慢了 特別是日本市場都做得不太好 令到Uniqlo接的單的佔比 都叫做降低了 如果你說計算在2011、2012年 他剛剛上市沒多久 Uniqlo其實本身佔他的收入 是去到七成幾八成的 但是經過這幾年 當公司接多了很多新客 還有產能上面 也是多元化了 做多了很多運動鞋 運動衣服這些產品 都令到運動品牌方面的佔比提升了 所以這個圖表都見到 在Nike、Editas、Pilma等等 其實現在都佔了 整體的訂單收入 都超過一半那麼多 當然你說公司 就不是說 只是想著只靠這幾個品牌的 他本身都希望發掘 好像國內方面 近期都不斷興起的 或者都很Hit的 一些體育用品的品牌 例如安達方面 都希望加強合作的 看看接下來他會不會都可以 就是將這個訂單 進一步滲透到內地本身 現在正在掘在那些體育品牌上 從而令到訂單 可以更多元化的趨向 好啊 我們看看主義客戶 Editas和Nike 那個收入的來源是怎樣 因為剛才Jason也看到 兩大品牌 已經佔比差不多一半有多 Nike的收入 看到的增速 其實是一個單位數的增速 Editas就好一點 雙位數的增長 Jason 見到 其實因為主營業務的收入 因為都不斷上升 所以基數高了 增速當然會放緩 但Editas那邊 仍然維持雙位數 似乎那邊對於新收 都有一個挺穩定的收入 是的 當然 如果說今年上半年 Nike和Editas佔新收的比數 都在Nike比較多 還有增長方面 Nike還有三成多 Editas還有一成 兩者比較低效 就好像Nike方面 都還是比較強的 但如果你看回 就好像Nike和Editas 本身自己的收入 就與Editas那邊 增長在近幾年 就相對比較快 都維持到一個 雙位數字的升幅 主要都是因為一來 本身歐洲市場的一個復操 因為本身在三至四年前 當時歐制危機 令到很多歐洲國家的消費層面 都是趨向疲弱之下 很多的波鞋波衫 在歐洲當地的銷售 都是放慢了的 但去到這一兩年開始 也看到歐洲市場的運動品牌的銷售 開始提升了 再加上中國一個最大的市場 或者增長最高的市場 看到Nike和Editas的市佔率 都不斷在攀升 就像Nike為例 現在全中國都算是市佔率第一的 一個運動品牌的運動品牌商 它的市佔率 現在都去到接近一成八左右 Editas都能夠排到第二的 去到大約一成半左右 所以當你說 中國的體育用品市場 進一步是發展的 市值越來越大的時候 對於這兩間公司 在生產方面 或者銷售額方面 都會有提升的潛力 下一個圖表 其實也是提到 Jason剛才提到 過往一段時間 歐洲市場都是復甦 加上內地運動服飾的市場 佔有率都不斷提升 Nike和Editas的收入預期 在今天的財年 Nike會升4.2% 而Editas會升12% 還有上半年 Nike的訂單 都有一個很不錯的增長 升3.1% Editas會升一成 飄馬更加升4.5% 來到這裏 當然要講一下 投資的股份 其實有什麼利膽因素 大家需要留意 這間公司有幾個風險 或者影響股價因素 都要留意 第一個當然是人民幣匯價 因為在今年以來 人民幣匯價對美金那邊 都由接近6.9幾一個低位 升到之前 直接是連6.5%都升穿過 現在可以回到6.6幾 但都比起去年的同期來講 是升了不少的 人民幣一升的話 兩個影響的 一方面就可能令到 中國向美國方面 出口的競爭力會降低 二來也會令到 本身中國的 人工成本 原材料成本 相對來說 會提高了 這一個其一 第二個因素 就看原材料成本 最主要的方面 就是沙線的價格 今年以來都是升不少的 根據天紅紡織 這些內地比較大的 職部廠 去提供的指印 或者它本身對於沙布的 價格預測 其實接下來 我相信 沙線的成本 會進一步上升 這個都可能會對於 毛利率方面 帶來一些壓力 第三方面 就是公司的股值 現時trade 17年 預測PE 大概是24.9倍 如果看回 在香港上市其他製衣 或者紡織的同業 絕大部份 都不會去到20倍 流上 即是這間公司 現時trade 都是一個premium 以及比起它 對上十年的平均值 都算是高不少 這方面 可能大家要留意 沒錯 Jason都說到 這個風險因素 大家都需要留意 但是已經升到這個水平 我們的目標價 還可以看到多少 暫時 我自己都覺得 新收本身 都有一個規模 或是有一個知名品牌 客戶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仍然都看好它 現時買入是70元 上面我就看 大約一成多的升幅 去到80元 好 明白了一個中線的補儲 謝謝Jason今天的介紹 節目時間差不多 剛才我們說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休息一會兒 再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